學員們手裡拿著自己DIY完成的藍染布 開心的說 沒想到可以學會藍染的技巧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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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這樣就不用 現在都是綠色的 現在綠的 對 為了推廣客裝特色產業 南投縣文化局與客家協會及客家產業店家 共同舉辦藍染DIY的活動 希望能讓更多人認識客家的文化 那我們文化局希望透過這個彩線活動呢 來了解我們這次的六大路線 有哪些優缺點有哪些優劣勢 那經由彩線活動 然後跟業者們一起討論 然後跟專家學者們深入的輔導 目前進行的是客家藍染DIY的部分 那希望由一般的民眾 經過這個DIY的活動 更能夠了解客家的文化 那相信以後 我們民眾來參加我們這個客家的 產業的路線的部分一定會非常豐富 然後歡迎大家大手仙小手 一起來南投玩 參與活動的業者說 藍染是客家傳統文化之一 但一般人很難有機會 親自參與染布的過程 希望這樣的活動 能讓大家多了解客家的族群 很高興在這邊能夠介紹一下 我們客家這個傳統的文化就是藍染 那藍染的部分呢 在客家它是一個 也算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文化 因為呢 早期那個客家的衣著就是用藍染的方式來做 所以它是一種輕布的服裝 這個輕布的服裝呢 其實也就是代表客家人勤奮應景的一個精神 所以我們一直都把這個藍染的部分希望能夠越來越發展光大 議員石慶隆對於魚池鄉舉辦多元文化傳承活動表示加冕 也希望台灣各個不同族群的傳統文化特色都能完整的保存下來 我們南投縣包括在魚池水里還有這個國姓都有很多我們客家的鄉親 早年就在這邊開墾居住 所以客家的文化也都很完整的傳承下來 這樣是非常好的注重我們台灣各個族群的文化 客家人是台灣前三大族群之一 從餐飲到衣著 與閩南及原住民等其他族群都有不同的風格 主辦單位表示 希望能藉由各項的文化活動 把客家的特色向外推廣 讓更多民眾能了解客家的文化 進而喜歡客家的文化 帶動更多的觀光客到客家庄旅遊 民意新聞洪信平 于馳採訪報導